就足起了两个霸梨,一个霸梨呢,是水色霸,你可以叫它为我们沙发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五点钟方向,就是一片光溜溜还有机台所经过那里就是了 这里叫做水色霸 那投射霸的部分呢,等等传组经过的时候,船长会运速介绍 那怎么分辨日月坛呢?我们先来以我们船只来作为中心电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的红标,左手边的红标呢,就是习装啊 这个呢,必须从高空描黑下来,可以比较来得清楚 早期日月坛可是分两个湖泊,一边日一边月嘛,所以就足起来就会为自经的日月坛了 因为它呢,也算是半天南行的内陆高山湖泊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座小岛 有没有贵宾知道这座小岛叫做什么岛啊?知道吗?除了光滑岛以外呢? 其实啊,这座小岛很简单啊,它就是叫做小岛啊 我们这座小岛呢,它早期它是座山,叫做朱宅山 那朱宰山是早期少族居民啊,来到日月坛居住的三角下,就是这座山 那现在啊,银水进来就变做一座岛 那那岛的名字又改了两次,一个就叫做光滑岛 那在7月2000年呢,政府正式归还给在地的少数民族 少竹之後呢,少竹給這個小島改了一個名字 改名叫做拉魯道 拉索的拉魯是那魯拉魯的意思 少竹以言最高竹林聖島的意思 那他實際的面積就只有幾顆大樹下方 那一小圈才是小島 回到小島去周圍呢,選了公牧田 牧田上頭,裝扮著岩漿花 以及車輪廠叫聚波 那這兩種雪深植入覽出了淨化水晶之外呢 還可以讓一些魚蝦就殘亂棲息的地方 為什麼會是小島的四周圍擺設了這個褲田呢 怕我們船隻經過的時候 小島受到浪花的衝刷 有心理的,頭和這個桌子 高興大放大水晶之外 也好飽到糖 剛好餓到十'以外 這樣就有麻煩了 這是有堆積的 有時候要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想說齊了我眼睛,現在還在滑上 接下來是台灣十大道教的料理之一的五五廟 五五廟就在我們船隻右前方一點中方向 以後啊,現在是共通的一文涼文 文呢,這是寫師孔子 武將呢,有兩位,一位是關聖帝君關桃典 另外一位是床少,配合去金鐘道魔 四個大師的越魯波王 越非一大將軍就共通在五五廟 五五廟的之前下方啊 還有一段階級 取名叫做典典 屬下回通